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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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是顺着皮肤的线条去走 我们在所有的操作过程中的话呢 你去的话呢 顺着这个秘密皮肤向上走 那么这一台仪器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哪些样的皮肤呢 比如说小美白的皮肤 想烫摔的皮肤 那么色素沉淀的皮肤都可以做 包括去痘痘的皮肤也可以做 那么如果说很严重的痘痘的皮肤的话呢 我们还是建议这个秘密道去做 臂股的皮肤 所以随时会彩椎的皮肤 Chin, 都买了 这变了 好 百分之二 一 四 大 一 一 二 两 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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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正 我们在操作过程中的话 眼球上引 这个是TTBS的操作方法 接下来换到操导仪的操作 有奥迪克键进入一个操导仪 那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把人家给它操作一个 我们先做一个脉筋的点状的 然后再来给它做一下连续的奥迪克键 先把它的精华给它打开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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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简单的 如果遇到它有皱纹的地方 比如穿上的地方 我就给它打圈 没有排护门的地方 就提拉 我们无畅超导的 我们也操作完了 操作完了之后 可以给它导入保湿的面膜 我们可以看到 操作区域跟没有操作过的区域 皮肤的光泽感 还有通过性是不明亮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皮肤 这边是没有做的 这边是操作过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额头的区域 包括它脸颊的区域 这两边 它的通透性和光泽感 是非常细腻的 而且它的毛孔是收的比较细腻的 这边的毛孔 显得稍微粗米一点 所以它的区域是做完之后 它的光泽和通透性是相当不错的 这边不同的皮肤 用不同的产品去做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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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